本台消息,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号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,两个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。 习近平指出,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势持续演进,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凸显。面对变乱交织的事件,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,维护世界和平安全,促进全球发展繁荣。这是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。 习近平强调,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,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,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,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。双方要保持各层级沟通,用好现有沟通渠道,推动双方合作。 当前,全球经济形势充满挑战,中美应该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,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,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,保持沟通。 违背规律,搞脱钩锻炼,无助于提振美国经济,也将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。 双方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撤火降温,助力世界尽快摆脱新冠疫情,走出经济滞胀困局和衰退风险,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 习近平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。 习近平强调,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,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。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,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,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。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,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。 民意不可为,玩火必自焚,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。 美方应该言行一致,恪守一个中国原则,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。 拜登表示,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,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,也有利于各国人民。 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畅通对话,增进相互了解,避免误解误判,寻求在利益交融的领域开展合作,同时妥善管控分歧。 我愿重申,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,也不会改变,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。 两个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交换了意见,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原则立场。 两个元首认为,这次通话坦诚深入,同意保持联系,责成双方工作团队为此继续沟通合作。